接著帶你來關心宜蘭市黎明國小內有一棵縣府所列館的羅漢松老樹 但卻因為樹木狀況不佳而枯矢而被工程的包商失字殘除 宜蘭市民代表呂金鴻發現之後今天前往關切 照片中這棵位在黎明國小內的羅漢松有兩層樓高 是縣府列館的百年老樹 不過現在回到校園 發現樹已經不在 宜蘭市民代表呂金鴻今天會刊指出老樹不但已經死掉 而且連枯枝都整棵被挖除 季蘭城新月的老樹之後這已經是第二棵 批評縣府戶數不利 它一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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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重要的文化資產的老樹 這樣就去不贏了 另外我有說我們0029老榕樹丢成蘭露啊 那也是枯石啊 再年續不久這一棵又不見了 而且這一棵又那麼漂亮的一棵羅漢松 所以我認為說縣政府不能嘛 另外縣政府他光說不練 他是要求別人 怎麼做怎麼做他自己就不做了 現在喔 管政府要好 要監督 這棵不能再壞聲啊 學校向縣府農業處解釋 今年三月就發現羅漢松枯微 之後進行接送區工程 包商自行挖除枯樹 而農業處表示依陳旭老樹生病 死亡到解除列管都要通報 這部分學校卻疏忽 接下來依照自治條例會追究學校和包商責任 最高可除以五萬到十萬元的罰還 他是之前學校的說法是說有 他們有先開類似的工地會議之類的 那只是說或許包商認為說這棵樹已經枯死了 他沒有 就是他不知道這棵樹的那個輕重 然後就直接認為說影響工區的工程進行 就直接把他移掉 學校是說三月份發現就有點枯 有開始有點枯掉 那時候你們有來嗎 他沒有跟你們報嗎 對 因為比較大的問題不是這樣子 一般他是說他們認為是有病蟲害之類的 我們之前病蟲害有來幫他防治過 這棵有防治過 有病蟲害部分 因為他羅漢松事實上他某一定特定季節 會有那個毛毛蟲 或許也有可能是因為施工當中的操作不剩 那這個部分可能我們還在跟包商這邊 再去釐清這些責任 他這一棵他選定這個位置要施工 應該是至少是要知會我們說 我在這個地方有施工 那第一個適不適合 可是這個是標準流程嗎 應該要通報 這叫通報 這個一定要通報 因為畢竟有對樹有影響的東西 我們還是希望校方這部分 就是不管是說今天這個個案也好 或者其他學校 不管有沒有列管 你只要有跟樹有相關的 只是希望知會我們這邊去幫你做一個 做一個算是勘場或者是做確認也好 學校坦承在通報作業上有疏失 而被挖除的老樹 目前由包商保管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 我們今天怎麼到 我們今天怎麼到 我們今天怎麼到